我现在在往新图书馆走的路上 那么华沙大学附近的话 这一片其实都是绿树成荫的整体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它学校的周围也建了一些小区 那么这些小区的话大家可想而知 房价在整个华沙应该算是最贵的一片了吧 然后我刚才路过一个窗子底下 还听见两个波兰人在吵架 然后那个女的就在骂 说你为什么每天都在喝酒 每天每天都在喝 我虽然说波兰语不是太好 但是有些词还是可以听得懂的 行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华沙大学的新图书馆了 我们到新图书馆来看一下吧 终于走到了 这个其实从那边老图那个校区那边走过来 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我们现在到了图书馆的里面了 那么这个图书馆的话据说有五百万册的长书量 那么它的这个图书馆其实是有一个朋友去的传闻的 应该不是传闻 这个是事实 图书馆的开门的 后来是得了洛书馆的奖 那么这个地方好像今天是不让进去的 我们可能只能在外边看一看 但是没有办法进到里边 那么图书馆旁边的话是一家咖啡厅 然后另外有一些卖书的 还有一个餐厅 但是餐厅好像也是要从图书馆 可能从外边是可以进去的 我等号给大家看一下 好 最后一个地方 华拉大学图书馆的话有一个屋顶公园 这个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屋顶公园 不能说最大的 应该是至少是在TOP3这样一个范畴的屋顶公园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整个这个公园的话是建在大学图书馆的屋顶之上 可以眺望河对岸以及流津华沙市区的一条河 因为很多学生的话在这边看完书 然后可以到屋顶来休闲去放松一下 这个地方到了夏天和秋天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漂亮 来看一下吧 来看一下吧 怎么到这个屋顶公园 其实很简单 找到华沙图书馆之后 找到华沙图书馆之后 出来然后往右拐就可以进来了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舒服的 尤其是在这个天 在这边播放的时候 想着春色 看着屋顶 然后再报一本书 听一点音乐 应该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而且我觉得 这个波兰人感觉很耐心 就是大家都会很惬意的 大家来看一下吧 我现在走到边上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窗子的话 其实就是华沙大学图书馆的一些窗子 因为这个公园刚刚我说了 整个全部都是建在华沙大学图书馆的 这样一个屋顶之上 我现在到了屋顶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边了 其实这个屋顶图书馆还是挺大的 如果想要全部逛便的话 还是要花一些的时间 这个地方是整个屋顶图书馆的一个中心 它的话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形的裙壶 夏天的话所有的地方都会被绿色所覆盖 其实很多时候拍视频的时候都在想 因为我是从四月份开始拍的 我其实一直在想我夏天的时候到这边来会是什么样 秋天的时候过来又会是什么样一个景色 那么可能冬天过来又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秋天过来的话 肯定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地方我马上就要把屋顶公园逛完了 那其实它这块的话 有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地方 是可以看到 看到华沙的这条穿成而过的河 以及对面的一个体育中心 底下的这个完全是楼空的 如果对我频道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 好的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住我是一只待在欧洲的chameling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y bwd6